关心的 那最近上海有一些台胞反映说 因为风控导致于生活比较困难 那比如说台湾有 最近有个新闻 新闻比较热门 就是说有台湾艺人说 因为物资比较缺乏 所以他在上海一天 大概只能吃一餐 所以想要了解一下说 这个台办这边收集到 有没有一些上海台胞 因为这一波疫情面临的问题 那又是如何提供他们一些协助 刚才你提到的 这位台湾艺人 那么市台办啊 专门打电话与他联系过 询问他生活上有什么需求 那么他表示啊 居委会都有在进行团购 他自己也都能买到 那么同时他也收到了 市里统一配送的 应急保供的蔬菜 加上他还有些存货 所以他生活吃饭没有问题 他绝不是一天只能吃到一顿饭 谢谢 那么最后啊 我要强调啊 这个疫情防控 涉及到每个人的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 我们相信啊 广大台胞台企啊 都能够充分理解 并且配合当地的防疫措施 实际上啊 据我了解 很多在乎的啊 台胞台企都纷纷的踊跃 捐献物资啊 这里我就不点名了啊 那么同时呢 这个我们啊 相信啊 有关地方啊 他们会统筹疫情防控啊 和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啊 持续为台胞台企啊 做好服务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